韓國瑜回到機場的記者會我有全程看 他雖然是有先跟大家講 在港澳身下不要講 這個政治話題回去再說 可是他今天回來了 他其實還是沒有說 我覺得他的發言越來越小心 而且不只發言 他的言行跟舉止也越來越小心 不知道是不是 他的內心覺得說這個事情 已經越來越敏感了 太過或是不過都不行 這個場景我很驚訝 因為上次是到桃園機場 上次去新加坡馬來西亞回來的時候 是桃園機場 這一次是小港機場 回到自己的主場 本命區 那個呼喊聲 你不要再揚揭怪力亂神 本命兩個字我擔心才到無見 本命區是我要很常常在說的 就是說你是哪一個人 你士林北橋什麼 這個沒有問題 高雄市長回到高雄 那就是他的主場 講主場沒問題 這個跟命理無關 這個場非常的熱 2000個人同時喊 韓國瑜選總統喊了10分鐘 因為他現在裡面 這個領行裡的地方先 這個行警幫他規劃了一個採訪區 QA大概10分鐘左右 一離開那個場景以後 本來就是問問題 第一個問題 好 謝謝你 為什麼叫做老鼠拖鞋 更大了在後面什麼 一個一個回答 回答完了以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以後 一出來以後 好像變成是另外一個場 我覺得好像是黎明 要開演唱會的時候 我愛黎明 然後給我們看報題的時候 張學友 我愛張學友 大家在那邊搶票 就那個樣子 就是那個樣子 好像是什麼偶像團體 來到機場接機 可是他比這些偶像歌手 來到機場的歌迷 歡迎他的那個接機的場面更大 量還要多 更大 就已經變成是一個 基本上像王志願常講的 是一種步道大會 進入瘋魔狀況 這些韓粉很激動 他們非常激動 可是我為什麼要講 剛剛講的 談話 言跟行 他都很小心 因為看到這個場面 我們現在拉開這樣看有沒有 現場他最後上車的時候 可能是這些所謂 韓粉的這些義勇軍們 韓家軍們的幹部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人 有跑去車邊跟韓國瑜說 支持他 他說對不起 今天沒有辦法跟大家 一一來致意 不好意思 他有報告了一下 今天2000人 今天2000人 韓國瑜就站在我們現在畫面的 千人接機這四個字的 上面一點點的位置 他看了這麼多人 他的表情複雜 感謝之外 又想去跟大家握手 他又不敢去 可能有兩個原因 就是去了以後 好像已經接受大家的好意 陳喬兵變黃袍加身 你黃袍要加身 黃袍不是去隔壁Savere買來以後 我現在想加 我明天就忙給你 黃袍是需要秀這個景旗 要有這個龍蚊 他需要一點時間了 可是顯然這些人準備好了 這些人從他出去港澳升下的時候 就想好了要回來 這兩天在網路上大家串聯 下一次去美國 回來人數會不會比現在更多 因為這次已經比上次更多了 一波又一波的勸進 一直不是聲浪 而是已經化為行動的時候 韓國瑜又想過去跟他們握手 又怕說你在機場做這個政治造勢 所以他後來怎麼選擇 他後來就選擇他旁邊兩個 就是安全人員或是所謂的義勇軍 兩個人很壯把他架入他的腳以後 把他撐上來 像是打橄欖球一樣 他整個人上來跟大家揮揮手 大概就是10秒鐘 下來以後轉頭他走了 現在還有人想說 韓市長就走了 他們以為說我們可以有 更進一步的接觸 大家Give me five一下我幹嘛 沒有 所以這個場面這麼熱烈 跟韓國瑜選擇看了10秒以後 轉身離開 代表他其實 他很高興這樣子的一個場面 可是他也怕 我覺得他今天給我的感覺 是他也怕 這樣的一個狀況怎麼收尾 如果這位他沒選 可是這個看在韓國瑜的心中 是一種百感交集 看在朱立倫 吳敦義 王金平 還有其他國民黨 想要參選總統來講 那又是什麼心情 今天已經場面是這樣 如果韓國瑜最後說不選 第一個 想要他選的人能不能接受 國民黨會不會崩盤 立委會不會少票 我不是講沒有票 就是會不會少票 有一些票就跑掉了 第二個就是這些人 他會不會去接受 未來如果不是韓國瑜的另外一個人 比如說韓國瑜講說 這我們假設 假設是朱立倫或王金平 他們其中一位 最後韓國瑜說我不選 他們兩個有時候要領表登記 那就是其中一位出來 這一些對韓國瑜非常支持的人 他們會講說 既然韓國瑜告訴我們說 他支持某某某 我們就把票投給誰 會不會 現在看起來有一些 韓國瑜支持者 他們說他不要的 李竸投票不會 對 他說不要 他不是一票 他一講話大概就10萬人 所以可能這些人 他會影響到國民黨選情 現在倒回來 我為什麼講說韓國瑜 在現場那個表情 大家回去看 因為我有全身看 他很高興 而且他也很驚訝這麼多人 因為他知道一定有人來接激 可是那個人 起來比上次更多了 上次是跟著韓國瑜 去喊韓國瑜選總統 這一次是2000人一起喊 那個是已經喊到 可能連裡面在隱形裡的人 都會想說外面是要燒爬的 所以這種情勢 有人常常講 因為你把人帶上街頭 你才把人帶進去 你把人的情緒 現在人的情緒 或許也不是你帶的 已經是這樣了 你下一步怎麼辦 下一步怎麼辦 你這個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不選 怎麼收尾 可能沒辦法收尾 當然場外也有 這就是我講的問題 因為這會變成是一個戰場 因為今天所謂的場外獨派團體 我也特別很負責跟大家講 大概就是12個人 對 就是那幾個年多 我有去算 那可能我算得不夠精確 12個上下 對 就是年輕人 你要少算嗎 沒有 就是真的 就是那12個人 他們是用台語就是 韓國瑜不會打 他們是來嗆嗆 當然可以嗆嗆 我們是民主社會 可是這個嗆嗆的現場 差點都打起來了 因為對方已經對罵了 這些來支持韓國瑜的人 對 我覺得 接下來我覺得難保 下一次韓國瑜的場合 再嗆嗆的時候 支持韓國瑜的人 忍不住就打了 那就會變成是流血衝突 事情就會亂掉 所以他離開是對的 對 所以其實我就說賴老師講的 就是他今天離開的速度 比我想像那麼快 一般可能跟大家在揮揮手 或是有人講說 既然都那麼多人 跟大家拿個大聲風講講話 謝謝大家不是很好嗎 可是那個場面可能就會亂 所以現在接下來很麻煩 時間也很緊迫了 親民也快到了 他有人講說 關鍵就在親民 這是潘恆旭講的 就是親民之後 真的 因為4月10號 韓國瑜要出訪美國了 現在看起來態勢是 吳敦義在他出訪美國之前 就會下去了解他的意願 這場溝通大會就要開始了 只是說這場溝通大會 第一階段 能不能夠有一個具體的答案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拖到韓國瑜從美國回來 再進行第二波的溝通 當然是很為難的時刻 一方面我覺得他心裡 一定感謝有這麼多人 愛戴他 然後支持他 但是一方面 他在現在這個時機點去表態 要不要選這件事情 恐怕時機還未成熟 我個人的觀察是這樣子 就像剛剛韋翰形容的 他這一趟到香港 澳門 然後深圳 廈門回來之後 成果封鎖52億的訂單 然後加上民進黨的 群起而工資的打壓 這一趟回來 我覺得他的功力又變更強 他的政治能量又上升了 我覺得仍是這樣子 當你知道你的政治光環 越大的時候 他當然越小心翼翼 因為他的舉手投足 他的任何一句話 都會牽動整個政情 然後也會牽動大家對他的看法 所以我認為此時此刻的韓國瑜 偏向於謹慎 對他來講也是一件好事 對大家來講也是一件好事 吳主席要去看韓國瑜 我覺得越早越好 也應該 因為有時候談事情 不會是一錘 一次就談成了 對 也不會一次去 然後就對外公布說 告訴大家韓國瑜答應我了 弄算 沒有這一種事 就是有一些事情 他是需要時間去消化跟出演 包括這當中 朱立倫市長也一直在展現 他要參選的決心 所以朱立倫市長 你這邊你做一個黨主席 你一定要兼顧 王建平院長也是 就是說他到目前為止 他還是要堅定的 他想要參與初選 所以我覺得主席跟這幾方人士 韓國瑜市長 朱立倫市長 還有王建平院長 應該要在最快的時間 他應該通通都要去拜訪 對 都要拜會 就是聽大家都 對這整個局勢的看法 未來國民黨我們2020要勝選 大家覺得有沒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怎麼樣把大家團結在一起 這就是一個黨主席的高度 而且他該做的事情 至於韓國瑜本身 我覺得以目前黨中央公告的行程 來看的話 他4月初還不需要被逼著要表態 因為4月中才會通過中常會 然後他會公告 然後5月才會登記 所以就這個時程來看的話 就韓國瑜本身他還有時間去思考 你說等美國回來再決定就可以 我個人認為我比較大膽的預測 就是說韓國瑜之前 他不是講一句先後語 就是老鼠偷脫鞋 大得在後頭 他的意思他在大陸講這句話 就是說不要這個時候再來問我 就是說之後再說這樣子 他的之後再說 我認為此時此刻 為什麼他回來之後 他沒有辦法足以去握手 你知道手一握下去那不得了了 手握下去就是非選不可了 以現在在機場那些人 心裡的期待跟氣氛 一握下去就是說 這個韓總要選總統了 因為他的標題都是這樣子 韓總選總統 握著就要選 所以今天的韓粉可能覺得很懊惱 那個叫做我才對 那個就是政治的 你不早講 對 那個就是政治的氛圍 所以韓總 韓國瑜才不敢握 握下去就有答案了 所以他必須刻意的低調 越是此時此刻 我認為他這樣的低調是對的 但是大家想像一個場景 再過幾天後 就是4月10號他出訪美國 在美國僑界 大家可以去想像那個 等很久了 對 你可以想像 在美國僑界為什麼場景 我覺得那個熱烈的場面跟這個 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且當他美國出訪 如果一切順利成功 再回到台灣是桃園機場 不是高雄機場 剛剛的機場太小了 所以附地也不夠 在桃園機場的時候 如果這個千人對不對 我覺得到時候那個場面 只有2000 對 到時候那個場面 一定是比這個更大的 因為那時候 大家的壓力跟期待也加壓了 對韓國瑜來講 那個時候也大概是差不多 該攤牌的時候 一定要決定了 對 所以大概到那個時間點 我覺得該攤牌的 大家都會攤牌 為什麼那時候非攤牌不可 因為民進黨 民進黨的人選4月17號 民調結果就出來了 他們24號才電 但17號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 也沒有太多可以猶豫跟等待的空間 所以我認為 韓國瑜這幾天 我的觀察是他也不會表態 在媒體雖然每天也是問同樣的問題 但是他不會回答大家這些問題 他還會繼續洗衣服 他會洗到從美國回來之後 繼續看著老鼠偷脫鞋 對 到美國回來之後 我覺得大概時機成熟了 他就應該要表態了 韓國瑜如果真的不選 我覺得他老早就會說他不選了 如果到目前為止 所以已經告訴大家答案了 如果他現在沒有告訴大家不選 我覺得他心裡有掙扎 那個掙扎 我覺得我們大家允許給韓國瑜一點時間 就是不要一直逼著他 因為有些事情 必須到時機成熟的時候 包括黨中央的處理 其他參選人的態度 這是一盤局 所以要綜合到一個最完美的時機點 這個才是對韓國瑜最好的 賴清德要出來選 他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說 他要考慮到立法委員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的 席次的問題 他要打拚 我覺得韓國瑜他有兩個動機 他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 第一個就是說 他這一次為高雄市民 為高雄市的農民 漁民 拚這個經濟 拚成這個樣子 還受到這麼嚴厲的打壓 政治性的 無情的打壓 我覺得他也應該要為我們台灣 22個縣市首長 未來為他的縣民 市民在拚經濟的時候 也可能會遭遇到 跟他一樣無情的打壓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他必須要思考清楚 如果你繼續當高雄市市長 你解決不了很多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也要考慮到 國民黨的立委 他也有一些很大的迫切感 他需要很強的母雞 能夠把他們的整個聲勢帶起來 能夠讓國民黨的這些 要參選的立委 他們的當選率升高 要讓國民黨的 整個不分區的票也要升高 我覺得這是兩個 餘工的一個使命 而不是你個人的權威之爭的 這是要考慮到台灣22個縣市 縣民市民的利益 也要考慮到國民黨 這麼多的立委 甚至最重要的是一些無黨級的 也就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這個無色覺醒 未來會推出來的 很多的自己要出來參選 而是社會很棒的人 我覺得大家都想要 改變台灣的政治生態 不要再是藍綠的惡鬥 只要是好的人都要出來選 這樣的情形下讓更多好的人 進入國會這個殿堂 不要被民進黨這樣子壟斷 然後去干涉 然後這樣子去破壞 我們的新聞媒體 跟思想的自由 我覺得他有一些很大的 都是為了功而應該要做事 這個時候要把個人的位置 把它放下來 就是不要亂 我先 Carla 只會是 즐忌 要